推动地方创生国立东华大学创新育成中心 20号下午是举办了厂商交流会 邀请了来自台南新化经营地方超过10年的团队 分享如何从历史街区文化保存开始 投入社区营造转化成为文创产业的发展 2019年是台湾地方创生元年 创生两次是结合地理环境、人文风情 依据地方需求与特色发展出适合的产业 由国立东华大学创新育成中心举办的厂商交流会 创生到底是什么 20日邀请来自台南 蹲点新化地区超过10年的山海豚社会企业 与花莲民众分享 如何从新化历史街区的文化保存与地方创生工作 进而再带动在地农村产业的兴起 我们在台南新化做的事情就是将老屋的文资做好保存 然后将这些老屋的故事找回来 那重新能够再转化为文创产业的发展 然后进一步也能够让提供空间 让青年可以进驻来使用 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创生的效益 那所以呢这一次来到花莲 主要也是希望能够分享我们的经验 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有信心 因为我们在台南新化也蹲点了10年 所以这不容易 但是呢我相信一定会找到一些 只要有勇气一定能够突破的安关 这次的厂商交流会 我们也希望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聊聊说 外星市他们在做街区经营 在做老街活化这件事情 对于地方的影响 是如何在做这个累积跟串联的 所以在这次的分享会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些经验里面 来得到一些未来在花莲 可以如何让花莲变得更美好 那其实它需要时间来做一些沉淀跟铺层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做一个 算是过程中的一个铺层 来协助这些业者 在未来能够有更好 为花莲做更好的一些地方的事情 执行长徐明洋在2011年6月 就以罕见的社会企业形态 创立石黄流工作室 从事社区营造 2017年在扩充成立山海豚社会企业 持续投入地方创生整合业者 协助农村再生与社照 动画创新育成中心表示 未来会持续办理交流活动 协助辅导花莲产业 反转地方业者有更好的发展 记得讲邦彦华林师报导